上禮拜部分先做到這邊 那另外還有兩個需要的檔案 一樣把它拖拉到上方 那記得是拖拉到上方 你把它放開 他會自動幫我把檔案給開啟 那這個開啟部分的話 他基本上呢 他基本上這個檔案 就有點像開啟救檔 不過我覺得一般 當然你要開啟檔案用開啟救檔 其實效率當然比較差一些些 用拖拉感覺比較直覺 所以很多軟體 我都習慣用拖拉的 拖拉放他就打開了嘛 那如果你有10張20張30張 直接全部拖拉進去 他全部放你打開了 不過特別注意喔 你們要去衡量一下一件事就是 你電腦的記憶體夠不夠大 因為如果你記憶體不夠大的話 你把那個 比如說你有一百張照片 拖拉放開 他一百張放你打開 不過可能會 有一個狀況 就是你記憶體不夠的時候呢 開到最後會當掉 是有可能的 所以 當然前提是要你要衡量 還有你那個 塗檔的大小 你丟的時候不要丟一個 非常大的塗檔 因為呢 他這個塗檔 一打開之後的話 本來JPG檔 載到記憶體 如果一張是10Mb 他就會佔10Mb的記憶體 甚至有一些 是有壓縮過的 那個 塗檔 他會需要解壓縮 會需要更大的 記憶體空間 所以很可能會 造成當機的問題 所以這地方的話 直接拖拉到這邊就可以了 那上個禮拜的部分的話 大概就講到這裡 那上禮拜 就講到就是說 這個地方 TIFF檔 是完成的 他本身已經完全合併了 所以你在塗層裡面呢 是看不到 其他塗層 就一個塗層而已 那我們需要做的 大概就是 第一個 把吉祥物 把背景做出來 背景的部分 第一個 這個是背景 第二個的話 是吉祥物 所以第二個 我們吉祥物也做到了 第三個是宋春 今天要講的 這是第三個 第四個是新年快樂 這個是第四個 所以這個 今天這個例題的話 大概就是四個部分 分別完成 請各位一樣 把這個例題 再做一個變化題 這個變化題的話呢 你的解析度大小背景 還有就是說 大概 類似像這樣的結構就好了 不見得要一模一樣 因為他這一張圖的解析度太低了 300乘250 其實如果說將來要拿去沖洗 或 列印的話 他印出來應該是非常的 解析度不足 印出來一定是非常模糊的 所以這一點要特別注意就是 你們可以 再思考一下 利用這一題 做一個變化題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要繼續來看一下 這個宋春部分 那宋春部分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地方呢 他提供給我們 第三題 這個宋春裡面呢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是最後完成的 位置大概是放在這裡 可是他提供給我們 就是說 這個宋春的字 已經給我們了 可是這個字 各位可以切到另外一邊這邊 這個頁面裡面的話 Ctrl 加號 Ctrl 按住再按加 他會放大 Ctrl 按減 就是說小 他給的是 一張類似像這樣的一個圖 但是他希望我們做到之後 並且把它放到這邊 那這張圖本身是黑色的 那你會發現 移過來的時候呢 他不只是 這個黑色的 在後面 他還有一個什麼呢 白色的 在前面 那也就是說 他希望做出來有類似像這樣的效果 那可以把它擺過來 另外再來就是說呢 他要求的點有哪一些 不妨各位可以看一下那個 雲端上面的 這個地方有一個 題目檔 這個題目檔裡面的話 大概就是 102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去背 再來就是 第三 宋春的部分 他這個題目裡面大概就是 主要是什麼 將這個宋春的 這個檔案 把它重新命名 所以這邊有一個叫 重新命名叫 宋春 然後一個 減號 黑 另外的話 他要怎麼複製塗層 所以你要複製塗層 然後呢 把色彩改成白色的 所以一個 黑色的塗層 一個 白色的塗層 命名為 宋春 然後一個減號 白 另外的話呢 把它做出像有陰影的效果 所以其實呢 我們剛剛看到那個就陰影的效果 最後把兩個 這個塗層 變成 連結在一起 所以這兩個最後要製作連結 那就完成第3個部分 所以請各位先把那個上個禮拜的部分 先開起來 那待會的話 也在開啟 範例檔裡面這個 宋春 還有完成檔 那等一下我們來看一下宋春怎麼做 請各位切到這個 PSD01.PSD 他的副檔名一定是一個PSD PSD 才能夠做修改 如果是TIFF的話就不能修改 那第一個這個圖層 他要我們做什麼呢 把它改一下名稱 那怎麼更改名稱 非常簡單 點他一下 點他兩下 點他兩下 然後這邊的話呢 他題目要我們 把這個名稱 改為叫 宋春 加一個- 宋春 然後-符號 宋春 黑 再來呢 要把它多一個 叫宋春 白 所以把這個Ctrl C一下 然後把它按右鍵 這邊不是有一個叫什麼 特別注意按右鍵的位置 請你不要點這邊 點右邊一點點 按右鍵 右鍵 你會發現點這邊跟點這邊不一樣 按右鍵 這邊有複製塗層 然後我們這個叫做宋春白 所以這邊的話直接改個白就可以 OK 好就有一個了 那上面這個叫黑 上面叫 叫白 下面叫黑 那他位置當然可以調整 這個是塗層概念 那怎麼樣可以把 上面的塗層 現在黑的嘛 怎麼樣可以把它快速的變成白的 那前面有講過了 要不怎麼樣你就可以 用什麼方式呢 有沒有快速的選取 把它全部 選起來之後變成白色 可不可以 其實這邊不是有什麼 魔術辦工具嗎 你點一下 他不就幫你點好了嗎 對不對 然後呢 但是問題來了 你把它講 反反轉 可是反轉你會發現這邊好像有地方 不應該選 OK 應該懂我在做什麼吧 然後呢 再把它直接在用什麼 編輯 填滿 白色按確定 這個時候有沒有 他就被我填成白色了 對不對 應該懂那個意思吧 反正就是 先選起來嘛 那用魔術棒 或用快速選取 像上禮拜我們用快速選取 其實都可以 結果應該都一樣 那其實道理就是說 魔術棒跟快速選取工具是 點其中一個點 他會幫你搜尋 附近跟他長的 一樣的顏色的點 通通幫你選起來 那因為背後 我們都是同一個 等於是透明色 所以他就把透明色的部分選 選完之後 記得我還用了什麼 選取裡面的反轉 因為你選 是選外面 不是選裡面 反轉之後 就變成裡面了 然後呢 可是問題呢 他只有選到外部 那裡面還有欠缺 欠缺兩個地方 欠缺應該三個地方吧 這一塊 跟這一塊 還有這一塊 所以你可以用什麼 要不你就用那個 套索工具 裡面的減去 特別是一定要記得喔 一定要減去喔 因為如果你沒有減去的話 他變成增加 這個概念跟那個上個禮拜那個吉祥物 蠻像的 然後你就可以在最後 再利用什麼呢 利用編輯裡面有一個填滿 填滿就可以什麼 裡面就會有個白色的 你就把白色填上去 按確定 但是記得喔 最後填滿完畢之後 因為他現在呢 還有看到有虛線狀態 這個虛線狀態 意思就是說 他還在選取狀態 那有選取狀態呢 如果你後面要做其他動作都會被影響 所以記得要怎麼樣 取消它的虛線 其實就是什麼 取消什麼 取消選取 不然的話呢 你後面做其他動作可能會 會有問題喔 所以取消選取 取消選取之後的話呢 那我要怎麼樣可以變成 這個效果 其實非常簡單 你可以用這邊有移動工具 再點擊他 移一下有沒有 有沒有移開了對不對 但是喔 這個移動工具喔 你要剛剛好控制的 好不容易 為什麼 因為他其實會跑很多 那所以如果說你今天移這樣子 跟 實際上看到的好像 差一點差蠻多的 所以你要必須把移回來 但是好像你怎麼移喔 都會感覺 不是那麼順 為什麼因為 一下好像又移太多 一下又好像移太少 所以這個方法 移動的 這個工具喔 比較適合移動大範圍 如果說你今天 用移動不OK的話 我教各位第二個方法 就是用鍵盤 鍵盤上面有上下左右 如果你先用移動工具點擊之後 把它移回去原來位置 再按上下左右 比如說呢 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讓這個 白色的喔 基本上 比較偏什麼 偏左 跟上 大概敲幾下 我大概敲過了 大概敲三下 向左敲三下 向上敲三下 應該就會有類似的效果 我們來看一下喔 向左 一 二 三 有沒有 向上 一 二 三 有沒有 切過來看一下 效果就很接近 差不多了 有沒有 不過好像又 還少一點點 又再多敲一下吧 向上再一下 向左再一下 反正喔 就把它 調的 越接近 我講過了喔 你的 做的越像喔 相對到你的作業成績越好 反正我們這個 練習題就是 做的越像越好 幾乎一模一樣最好 但是又不能拿原來的圖 來拿來用 所以我們要重新再做過 OK 這裡的話我想各位先試一下 把那個送村的部分 這個地方 記得喔 先改名稱 再複製圖層 按右鍵 記得在右邊一點點複製圖層 在 在這個地方怎麼樣 利用那個魔術棒工具 把它外部選取 再反轉 再利用那個選取工具 選裡面的這個 或者你用魔術棒工具再扣掉 記得點這邊 比較可能會問題是 記得要剪的 剪的 剪去的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這些小動作 其實如果你都可以掌握得好的話 以後 你在做任何圖形 都會變得非常的簡單 因為 以後的這些像一些修圖 一些去背 其實都是從這邊衍生出來的 你如果要修圖啦 反正一定要學會 如何快速的選取 好 那如果快速選取之後的話 先大範圍選取之後 再小範圍的修改 那利用Ctrl加 加 Ctrl加就放大 它可以看到細節 你就 所以利用這樣的方式 以後如果你自己要 經營那個露天的那個 商品 你要上架之前 通通可以用類似的方法 來完成 這樣的話相對的 感覺起來 你這個賣家 基本上 就比較專業一些些 其實你們應該 常常在逛一些 一些那個 賣 一些 一些那個 像 一些露天 或等等的那種 網路商店 應該都知道說那個 網路上 或者像電子商務部分的話 都需要 把你的圖弄得 至少不要說 讓人家感覺 這個圖好像怪怪的 那在 這幾年 那個電子商務 電商部分 同勃發展 所以這部分的人才需求 非常的大 所以基本上 電子商務 當然如果說 你們 當然你 你專注 不一定是 中文 文學院人才 不見得一定要往那個 撰寫程式部分發展 但是至少 你在文案 或者是說在企劃 或者是說在簡單的美工上面 其實我覺得 你們是可以做得很好 這方面人才需求 也是非常的大 而且 至少你進去之後 未來如果說你想要在延伸性 去做別的 行銷 或者是做一些 一些設計 視覺設計 或者是說做一些程式設計 我想你的 擴充性 其實都還蠻大的 我前提就是說 你至少 基本該有的 知識 至少都要 具備 我想這個當然是一個 基本 基本的一個 程度 我講過 我的專長並不是在 Photoshop上面 這個不是我的專長 不過因為你們需要 所以我就 拿一些 我覺得 至少我還 不會說真的 我懂的東西 至少來上這個科 應該也是綽綽有餘 也就是說 其實 不一定說 這不是你的素養 你就 就可以 什麼都不學 我覺得 像 不一定說你是念 中文系的 你就受限於 一定或者是你受限 某個科系 你就只能學哪部分 盡量可以 寬廣一些 多了解一些 那這樣的話 將來你的路 也會走得更寬廣 哦